要了解双方的军队实力 怎么去了解 有五个字叫 度量 度量 数 乘兽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知道 你想要知道 比如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地方打仗 那敌人有多少军队 怎么布局 这时候关键看什么 去看地形 通过这个地方的地形 去想这样的一个地方 如果敌军布阵 怎么布法 对吧 这个地方 它的宽窄 它的高低 是什么样子 这又叫度 然后在这个位置 布军队能布多少人 这又叫量量和数 对不对 就是能布多少军队 最后我们如果跟他打 我们大概是什么样子 所以一定要去考察地形 一切都是从对地形的考察推测出来 最后你就会知道 双方有不同的军队 比如说 我在这里布阵的话 根据这个地形 我大概看了一下 它的大概的情况 高低 长短 对吧 宽窄 然后我想了想 这里能布多少人 然后敌人如果来了 敌人在这个地方布多少人 然后我一想 我在这里能布三十 他能布三个 那你说我是不是就能够打败他 这个地方的 这个衬 意思就是两军的实力对比 因为你知道了 自己能布多少人 知道了敌人能布多少人 所以你就明白了 两军的实力对比 这个实力对比并不是说 我出门的时候带了多少人 而是说在实际打仗 交锋的这一个时间点 在这个地点上 双方能有多少人 这是很关键的 你带一百万人出来 你不可能把一百万人 别在你的裤腰带上 对不对 你可能在这个位置 此时此刻 你身边就这么多人 能够跟敌人一起打的 对不对 这个就叫秤 秤就是双方的军事 军队实力的对比 在此时此地 而知道了这个 就能够知道 赢还是输 所以赢输没有什么旋定 没有什么特别神妙的地方 关键就是 我前面跟你们讲过 一个第一原则 就是以多大少 这很简单 就是以多大少 就我多你少 我就能打败你 当然 这个是一个客观的兵力条件 但是在第二篇 兵事篇 我们还会讲到另外一个点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还会有一些起作用的东西 比方说 你人是多 但是你怂呢 我人是少 但是我勇呢 对不对 这个时候 有可能 我就比你厉害一点点 对吧 但是他一定要建立在双方的实力对比的基础上 就是尊重客观条件的基础上 再去发挥主观能动性 后面就讲说 圣兵若以义称诸 外兵若以诸称义 这个义和诸都是古代的重量单位 义就是 一义是24两 一两又是24诸 所以数学好的同学就知道 一义等于多少诸 24的平方 对不对 他说你真正的圣兵会打仗的人 你的这个军队就好像用24两 去打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 输的人呢 恰好相反 恰好相反 后面他就讲了最后一句话 他说 圣者之战民也 若绝积水于千阵之息者 行也 他说 会打仗的人 布置这个军行的时候 就会让你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积攒的很多的水 从很高的地方 哗的冲下来 你把那个口给打开就行 对不对 也就是你要找到那个合适的地点 你要找到那个合适的地点 去做那个什么事情 就是上方积了很多的水 上流积了很多的水 此时就堵在这 我把这里一下子打开 让他冲下去干掉你就完了 这就是尊重客观规律 你再努力 你在底下再努力 人家把这个 把这个这个这个大霸一 把大地一掘一打开 你也没有用 这个就叫军行 所以其实军行就是说 客观的因素 客观的条件要去考虑 比如说在什么时候打 在敌人犯错误的时候打 对不对 在什么地方打 在自己的局部的实力比敌人强 一手难攻的地方 或者是在这个这个瞬间 在这个时候去跟他作战 地声度度声量量声数 数声称称称称胜 要去考察地形 然后要考虑敌我双方的人数的对比 在这个地方打架 打仗的话 敌人能步多少人 我方能步多少人 然后你才能知道 我方能不能打过敌人 我方能不能打开 我方能不能打开 那就是那种 我方能不能打开 这下一个人 我方能不能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